他花鳥為主題 而且用石精豐富的創作 是葉君平老師的作品 葉君平是健康小平人 文化教這次邀請他來幾萬個展 原來也有很多對水脈、菜脈有研究的藝術家 特別來到現場 希望這次大家可以做一個交流 葉君平老師他是一個專科班出身的畫家 他的畫主要是以水墨為主 可是他也有教材的畫 那老師的用色非常的鮮明 然後生動活潑 那題材也非常的多 除了傳統的花鳥以外也有山水 那膠材的部分用色也非常的鮮明動人這樣子 這次展出的作品最多的是菜脈的創作 葉君平的用色很大 但是未發生是很丁心 但到來也還有膠材跟水脈的創作 葉君平表示 因為受到愛心絕落方式未破的影響 所以他本身很愛迴賣 作品裡面也有賣就為賣的創作 馬是殘成郎司令的 因為那個畫馬是 我們古人就有宋朝的時候 就有這個畫畫了 那我是受那個愛心家族 仆族的影響 所以我就跟他們學的 所以我那個畫馬也結合了那個公平仲材的那個計法 所以比較現代又有那個 釋養的又有那個仲材的現代感 葉君平為電 不正在文化球電出 文化球歡迎 那些是創作的民眾 可以來一組文化球 欣賞葉君平老師的創作 記者五位麥 蔡鳳報道